好,来看一下墨玄的这个技能 它这个代码是跟龙船不一样,所以它是一个新的分类 这是回归玄山,它的老家叫江湖 这一个玄子 然后这也是一个被动,估计跟预见骑士那个剧情任务有点像 给了一个被动奖励 然后这是200级的那个buff 然后这是它link技能,跟龙船是一样的 然后后面是没有了 然后这是它的移转技能 移转技能 它是分几个招式 玄山 玄山式 然后 后面我看不到它的那个 那些效果 这是个被动 但是它有这些伤害 这隐藏技能 是里面的一些分效果 那么多 然后 然后就是神功 运转的神功 攻击效果 然后是命状效果 然后是二段跳 密集预风 它是可以 可以滑翔的 它既可以二段跳 也可以滑翔 然后是可以上跳 所以它这个运动能力还是挺好 又可以二段跳 可以滑翔 又可以上跳 然后是一个被动 有三日暴击 50攻击 然后恢复hpnp 然后是敏捷 跟攻击二时 然后是二转技能 悬伤二世 它是对一转技能的强化 然后是一个隐藏技能 然后是一个隐藏技能 招式全开 它是有这些 对技能的 的效果 基本上是水墨画风格 所以基本上都是黑白色的 然后是这个招式全开 然后旋风脚 旋风脚 好 旋风脚 好 旋风脚 然后是命中效果 它还有一个隐藏剑 是那个旋风的方向 有左上有右上的 然后是平 水平旋转的 这是消失的效果 然后命中的效果 然后是铁山靠 铁山靠 攻击三个敌人三次 然后使对象进入无法移动的状态 换一下效果 然后是怪物上的效果 因为它会使怪物进入无法移动的状态 所以它会有个怪物上面有一个状态效果 这是快速移动 快速移动 有点像那个古迹猎人的那个transition 水墨画了 水墨画风的 然后是密技狂暴 这是个加速技能 然后是轻功修炼 它可以增加移动速度 跳跃还有最大移动速度 然后右肌的时候是可以选 可以开启 玄山招式全开 这是用技能来使它移动 然后这是个被动 增加敏捷防御 还有最大HP 然后减少受到了伤害 然后是精通 它是全炮熟练度 全炮就是它的武器 熟练度增加到50 然后更低于30 然后是三转技能入神 它在衔接神功时可以多五格神力 它有个神力的一个系统 那个界面 然后每一格可以维持20秒 那也就是说可以维持100秒 然后最终伤害是增加2% 全上的第三式 它主要的效果不在 在那个主技能里面 而在里面的隐藏技能里面 它也是什么话风格 所以都是黑白 然后是神功技能 神功技能 它是可以按住技能键的 然后每隔0.2秒 对6个敌人造成 3次260攻击持续5秒 也就是说可以打多少次呢 0.2秒一次 也就1秒5 5次 5秒是25次 那也就是说 可以打75次 75个攻击 然后松开的 或者是达到最大件时间的时候 最后一击 发动6次 8个敌人的攻击 然后它可以超 应用超级温柔泰山 就是那些 强制推你的那些机制 都不会把你推倒 按键 按键效果 按键消失的效果 然后这是命中敌人的效果 嗯 嗯 应该是最后一击的那个效果 然后是五音角 三转技能 三转技能 它可以瞬移到最大HP 最高的敌人 也就是说 它是个瞬移技能 然后造成八次攻击 先瞬移 然后敌人会进入500移动的状态 也就是它是个束缚技能 它是个扮演技能 然后 然后用这个技能 给敌人造成伤害 无法移动持续的时间增加100% 那也就是可以达到20秒 这是一个向下的技能 这是一个向下的技能 然后这是怪物身上的效果 密技 它也是转换 它向后移动 向后移动 那也就是说 它的移动又多了一种 是向后移动 所以它的移动是可以很多种 这是可以在空中使用 然后垂直向下 然后垂直向下 那它就是跟 那个狐影跟 阿代尔的那个技能 很像 就在空中垂直 向下移动 看一下效果 这是它落地的时候的那个效果 这一片石头碎了一滴 然后是个被动技能 增加暴击率 然后异常抗性 30 所有属性刚才是30 这是个被动技能 增加神功的伤害 然后又是个被动 增加暴击 伤害还有攻击 然后是四转技能 四转技能 一个被动技能 它是几乎每一个神力 只需要10秒 然后提升了最终伤害 最终伤害10% 然后再维持状态 它可以增加稳住台山 百分之一百 所以说 它这又是一个 稳住台山百分之一百一个 一个技能 又多了一个 稳住台山 跟运天骑士有点像 玄山第四师 看见它效果 1 1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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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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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7 8 7 5 啊这是大地崩裂 神技大地崩裂 他是对十个敌人造成12次伤害 在向下移 而且要搭配这个方向键 向下的那个方向键使用 拖在为死亡的敌人一起下降 就可以他可以拖在怪物 向下的时候可以追加发动三次 那他可以发动三次 发动三次 哦是石头 这是他那个 石头的下不过 因为地面 大地崩裂 嗯 一样的了 然后这是一位换卫 一型换卫 然后他施展的时候 对周围的敌人造成三次 伤害 然后最多 啊他是可以造成残影 然后五个残影 对 周围的敌人 呃之后再发动三个 也就是 八个残影 这八个残影 可以造成三次伤害 也就打24次 残影每2.5秒发动一次 这有点像那个 狐狸的技能 然后五神 每次发动神功的时候 更新持续时间 更新持续时间 是这个技能 五神是靠过那个 神功来触发 那你使用神功的时候 他会触发 五神 然后就更新他的持续时间 看一下效果 哇 选风 嗯 没了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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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这是一个秘技,秘技,然后它是生成宝物照,按照最大fp的一定百倍率,对包括伤害攻击在内的首次攻击的受计。 击伤害减少百分之一百 之后每一次攻击效率按百分之十五摔减 最低不会降到百分之二十一下 那就是八十五六十四十五三十 然后三十之后是二十了 就一直二十 这个其实跟预见骑士那个有点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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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然后再加到百分之三 最多可以四次 那也就是说 暴击伤害可以提升 百分之十二 再加百分之八也共百分之二十 这基本上组队的时候才会用的 不然你就给自己用 然后是冒险岛勇士 冒险岛勇士是指冒险岛世界里面的出生的这些角色会有这个技能 所以冒险家 嗯 冒险家 除了骑士团他们自己用那个西纳斯之夜 然后是反抗者英雄 这些冒险都会用冒险岛勇士 然后勇士的意志 所以这一些跟其他职业是一样 这是威压一个增加boss伤害的 还有无视的一个被动 然后是五级 这个也是个被动 增加熟练度攻击还有无视 这两个技能加起来 已经加百分之五是什么 那个无视 然后是增加神功的一个被动 这个后面这些应该是超级技能了 悬山 他是悬山以系列技能增加这个伤害 但是基本上伤害技能我不会去点 然后无视防御 这个是增加悬山系列的无视防御 然后是boss攻击力 boss伤害 然后神功的伤害 然后提高神功的无视防御 还有无视 呃 这什么 在武神状态下使用神功的最终伤害 增加百分之五 趴 是那个技能百分比那伤害里面 加这个百分之五趴 然后是觉醒额外治愈 跟预见骑士的那个超级技能也一样 然后是增加这个减少衰减降低到百分之十 受机时 受机时 帅力 效率衰减降低至十 他不是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啊 你要降到百分之十 然后入神坚持 神力维持时间增加百分之百分之十 嗯 增加十秒 增加十秒 维持时间增加 然后这是超级技能的 那个主动技能了 然后看一下效果 它是 焦热破神机 它是 对十二个敌人造成八次 伤害 的爆炸 那也就一共有四十次 施展时无敌 这样子它又多一个 就多一个iframe 对呢 哇 哇 这是个武神的 武神的那个虚像 然后它跳起来 然后在云雾当中降了下来 所以它先升天 然后下降 然后 这个天色都变了 然后 然后 在一片光亮之中 然后砸上敌人 这样子 这 这 六十秒内可以 衔接任意神功的状态 啊 先看看状态 那个效果吧 使用实力 解放开放所有神力 进入武神状态 所以它跟战神那个什么 圣上线树有点像 然后它是敏换了海盗 武神 武神 那个状态 会不会跟战神有点像 然后它是敏捷的海盗 所以那个 超级技能应该是4005 5张技能 武神技能 40005 诶 诶 我在这里 应该在这儿 应该都在这儿 这特别说一下龙船确实没有四季 然后这真气 神仙无击 他是以这个500伤害对15个敌人造成9次 先造成9次伤害 然后施展4次 在周围掀起5次冲击的强力之后 再以这个500伤害攻击12次引发6次超级爆炸的最终一击 而且还是无敌 那他现在有两个无敌技能 看着他笑我 好 这是第二个技能 忘我之急 他在施展的时候 30秒内对周围怪物造成3次500伤害的残影 最多15个 这15个造成15个残影 会造成3次45次 45次 而且每隔点5秒发动一次 2次 3次 那这个残影 这个算一下 先算一下 这5乘6是 2次 12次 所以他是可以打12次 这残影里就12次结束之后自动触发这个移行换位 这蒸汽爆气它在30秒内所有的攻击军容视为暴击 暴击伤害增加18% 全都是暴击 所以你的暴击伤害很重要 然后它会使使用的招式还有一到四转的神功技能增加150% 攻击次数增加两次 所以又可以增加一些段数 哎 看一下效果 也闪电很近 破空拳 破空拳的话 它是发动5次以350的伤害对10个敌人造成8次的爆炸 所以 它是5次 然后每次造成8次攻击 所以一共是40次 40次 然后是一个蓄力的技能 先蓄力 然后蓄力期间是可以跳跃 可以移动的 打到最大的时候 发动6次 然后每次8次攻击的爆炸 一个就是48次攻击 扭起周围的空间 留下神力气息 然后留下的气息呢 在12秒内 每个一定周期对6名敌人造成3次500伤害 那也就是说 对6名敌人造成3次 处于攻击 处于无视攻击及攻击反射障碍 那不会受到伤害 12秒内对6个敌人造成3次 那就看到这个间隔多少 看一下 这是按键的效果 也蓄力过程当中的 对6名敌人造成3次 那怎么 因buff duration 不会受到增益持续的那些效果影响 不会重置冷却 不会什么 冷却减少 然后这是它里面附加效果 哇 很大一个 好像都一样 是这样的 它也太有 这也有 技能的状况 技能先看到这里